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多时候呢 大家对糖尿病在马来西亚应该不陌生吧 不陌生哦 大家有没有最近的一个数据告诉大家 我们马来西亚的糖尿病有多严重 六七个人就有一个 六百万 二十八千 二十八千 六七个人啊 这个数字是三年前我在无限级的时候所收集到的一些数据 就是七个人中有一个人是糖尿病患者 但是呢 今年试验呢 我们从中国报那边发现呢 这七个人已经捡到变成五个人了 所以呢 我们这里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就是说有五个人已经确诊是糖尿病患者 但我想问一下四个人就很安全吗 不安全 不安全 为什么 可能也发展 未来也发展成糖尿病 对 可能他们未来有可能会发展成糖尿病 又或者是可能他们已经是糖尿病患者 但是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定期的清聪medical checkup 对吗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患者 OK 可能他们初期的那个症状 不是很严重 所以基本上我们大马人口 现在糖尿病患者已经高达多少人 60万人了 600万人了 OK 我已经把那个人数间低 OK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论坛 通过杨博士的一个前卫的背景 能够让大家知道糖尿病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能够逆转 刚才MC Mr.Duo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能够逆转 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OK 所以呢 首先很想让杨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杨博士是一个中医背景嘛 25 25年的经验 而且他应该是如果我们记错是世家 爸爸也是中医师 现在女儿也在读中医 很快又成为另外一个中医师 所以我们就让杨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糖尿病在中医这个角度呢 是怎么去解说或者是怎么去认证 到底我们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糖尿病 来 这个糖尿病啊 根据现有的文献 它早在20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它那时候的文字呢 就是病之宽一个简单的单语 就说是简单 那么到了近代 比如说明清 明清时期呢 就演变成三简 三简 中简 下简 那么他是怎样去检查糖尿病的 你看啊 他不说高血糖 他说是糖尿病 由此就跟小便有很明确的联系 那么古人呢 是这样确诊的 就是说去厕所 小便了以后 小便了以后有蚂蚁来爬 那就糖尿病了 但是这种检测的办法呢 还不妙准 一直到近代 我们现在是采用西医的办法了 就是咽血 咽血糖 那么西医也经过了一段的关系录 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咽糖尿病 但是慢慢进步到咽血糖 再慢慢进步到咽红血球的HP1SC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发展 是现在来看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象征 那么这个糖尿病年轻化 一方面归功于这个仪器的检查 方便 但是往往也提示了 就是现代人30多岁就糖尿病了 所以这个糖尿病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OK 所以杨博士想要再读一下 我们在西医这个有分三交嘛 对不对 OK 所以呢 是不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所谓的消可症 这个糖尿病是这样 如果你有糖尿病有消可症 这是正常的 但是有消可病不一定就是糖尿病 这样如果有消可症呢 除了糖尿病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因为中医是很早期就诊断出这个疾病的 比如说阴虚 怎样阴虚呢 就是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要看看舌头 如果看到舌头的舌胎不见了 那就要小心了 那时候叫做阴虚 那时候去检查血糖的话 可能还没有出现怎样的报告 就是医生就跟你说很正常啊 但是一两年以后慢慢就演变成糖尿病了 所以在中医的立场来说 阴虚是糖尿病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那么阴虚得到阴虚的病人 可能两年到三年之后 他慢慢转变成糖尿病 所以教授有讲再请教一下 因为在西医的一个角度 我们一直以来在我们读的一些 information 从网上甚至于我们读书的指导症 那个糖尿病有分两种 对对对对 一个是一型一个是二型 所谓的在西医那边一型 OK 和中医有什么差别 这个中医就检查没有这么先进 所以这个检查填料的办法都是用西医的办法 就是要演变糖 那么所谓一型和二型的差别在哪里呢 一型就是先天生下来先天没有胰岛素 二型就不是 二型是慢慢演变成这个胰岛素缺乏 或者是胰岛素抵抗 是这样的 OK 就是说二型糖尿病基本上就是 第一就是我们的胰岛素的分泌不足够 不足够 OK 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胰岛 不能够被利用 就是说我们的细胞必须要有胰岛素 一个胰岛素和一个糖分 这样就带进去 就是说细胞不能够抵抗胰岛素 如果细胞抵抗胰岛素 不让胰岛素进入细胞内 那么糖分是没有办法到细胞内 OK 好 那大家对我们的糖尿病有效 我们有一些认识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有一个一型的 或者是有一个二型的糖尿病 OK 所以呢 刚才教授已经分享了 一型的糖尿病就是他一生出来 他本身就已经没有那个胰岛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我们如果要逆转的一个情况呢 就可能比较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或者是说可能就不太 因为这样的癌者呢 他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胰岛素 要注射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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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二型糖尿病就是在马来西亚 我们所谓的 五个人之中有一个或者是说 90%的 在马来西亚的糖尿病都是这个二型的糖尿病 这个二型的糖尿病 我们就有办法 帮他姐姐那个状况 OK 教授我又想请问一下 因为刚才有谈到嘛 就是我们的糖尿病 在马来西亚的发病 是越来越年轻化 而这个年轻化 除了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科技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学院 只要为马来西亚学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糖尿那个情况 对对 这样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造成他一直在年轻化呢 是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是运动型的 你看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老祖先是种田 雾农为主的 运动量很大 这个糖吃进去的就消耗掉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 就是年轻人 不论是学生 或者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也好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 以做为为主要的 而在做住的时候 你又吃这么多糖的话 那么 当你是年轻小活子的话 还好啦 你要发育 你还可以发育 但是一到发育去过了 你又吃这样多糖 那么这个糖在体内就堆积了 那么堆积了 身体呢 会做一个自然的调节 就尿糖 小便就出现糖尿 但是还没有血糖 如果这个时间再拖下去一两年后 它就演变成为血糖了 哦 就是说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分别就是不能承担的那个糖分 所以我们就用小便来把它排出来 对对对 但是如果它再恶化 它才转变成血糖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 而且转化成血糖以后 你们大家想一想哦 这个 你们看过那个腌制的水果吗 放糖去腌制 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身体内的糖 就像是腌制水果 把你的五胀六腑泡在糖水里面 你可以想象吗 这个泡在糖水里面有什么结果呢 它的结果就是老化 就是细胞因为拿不到糖 但是它又要糖 那么我们人体的细胞它是设计成为 如果拿不到糖 第二它拿什么呢 就拿蛋 这个脂肪 或者蛋白质 或者燃烧蛋白 那么燃烧这个脂肪的时候 产生的肺物 要比燃烧糖多 那么就是说 它吃了这个脂肪以后 那么它燃烧出来 它污染这个环境 那么这个是给顿 就是同体 这时候验小便就验到同尿 给顿尿 尿里面产生了糖 这时候就很严重了 好 所以这样就造成我们一个老化很快的一个状况 就好像教授形容的真的是很准 就是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泡在糖里面 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我们 腌制一些东西都是用糖嘛 对不对 如果腌制我们觉得很好吃 但是如果我们的五脏六腑一直在 泡在糖里面呢 我们大家就很快老化 对不对 所以提到这个消息 大家应该会觉得很担心 到底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血糖高不高 如果我们刚才说有一些人 他们没办法 没办法或者是不想通过验血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请杨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通过验血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证照来证明我们是 这个血糖变高的这些人 第一个表现就是疲倦 就是午后疲倦 那么这个疲倦在中医的立场来讲呢 就是体内有湿 就大便臭 或者汗 臭汗很黏 或者口很黏 等等等等 口很黏是一个什么 口水啊 我们的口水应该是清晰的 但是它的口水不是清晰的 是黏 黏 就是黏制的意思 比较黏稠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身体排汗 臭汗很黏 不但黏而且臭 如果大便是比平时要臭 而且是辣 或者是小便黄 而有臭味 那些应该就要提起警惕了 就要警惕是糖尿病的前期了 那时候就先不需要等到蚂蚁来 不需要 这可能是一些初期的症状 这个症状可以维持多久呢 大概两年到三年才出现糖尿病 还出现糖尿病 这样如果我们说 我们现在是一些初期嘛 可能我们大家就是要警惕一下 就是来教授分享的就是一些口臭啊 或者是我们排便 或者是排尿的时候都特别臭 然后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如果是在后期的时候呢 后期的话就也变成三肖 三肖去咽的时候也还没有糖 OK 到这个治检查到糖呢 又过了五六年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眼睛的毛病了 就是眼睛的退化 眼睛蒙或者是苦口慢 就是清光源 然后出现心脏病 然后还有就是脚上的这些血管麻痹 两个脚麻痹 这样就是已经证明它已经是糖尿病 已经是很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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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想要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 教授说后期的一个就是 在糖尿病确诊以后呢 但我们又想要知道 在糖尿病确诊以后呢 一些病发症的可怕 因为很多人 其实我们是周围的 蛮多的一些糖尿病患者 但是他们觉得没什么啊 我就是吃一粒小药原嘛 就是一粒白色小药原 而且甚至有一些uncle跟我分享 说什么 哎 不用担心的 因为我吃这个药原 已经吃了十年了 就很便宜 包我们每年几块钱 给一块钱那个医院 政府政府的医院 他就能够给我一包那个药 可能是一个月 或是两个月的一个状况 OK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到糖尿病患者 他不死于糖尿病哦 他最后的死哦 就是他的那个 Burt and Dexter 而是一些病发症 然后教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怕的病发症 他的病发症 主要第一个是眼睛 眼睛的退化 因为刚才讲的 泡在糖水里面嘛 久了他就退化 退化了就眼睛萌 看不到 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病 因为血管 血管整天泡在糖水啊 他泡泡在糖水里面 他久了 他老化 他退化 他心脏病 还有一个是中风 OK 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 常见的是烂脚 脚烂 那个糖尿病脚 这个糖尿病脚 一发生的时候 就医生可能聚一个脚趾 OK 但是聚了脚趾还不行哦 还在烂 那么就聚一个脚板 聚了脚板 又还在烂 不行 一直往上聚 一直聚聚聚 聚整个脚 这个是常见的 教授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 为什么糖尿病是聚脚 不是聚手 呃因为是这样 因为脚 大家是不是想知道 因为脚是离开心脏最远的 所以那个血液循环最差 所以是聚脚 不是聚手 哈哈哈 聚手 那个应该就是超级严重的 哈哈哈 那个已经是很严重 就是因为我们离开 我们的经脚看眼了 对 循环不带好 对 所以就会一开始是脚麻 然后脚如果有伤口 因为脚为什么它会聚掉呢 因为脚没有知觉了 它感觉不明明 嗯 那么稍微踢 就走路的时候 一踢到 踢到的时候 因为没有痛感 没有痛的感觉 所以呢 它就细菌感染 细菌感染人 以后呢 它一发不可收拾 啊 就慢慢形成了 溃溃溃溃溃 就就所谓溃溃就是变黑了 那个饺子已经变费了 那么就一切一切地去 一切一切地去 真的是太可怕 好 OK 说了一些病发症 可能我们大家就更想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大家都在无线级 我们都很健康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想知道 能够教授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 在饮食上 我们怎么去帮助一些 可能一些初期的症状 就是我们刚才教授分享的 就是可能我们嘴巴早上起身 食胎没有了 或者是有一些阴虚的状况 因为如果我相信 那个阴虚的初期 如果我们做好改变的话 它是能够扭转这个全面的 像在饮食这一方面 我们要怎么去下功夫呢 这个白糖 这是我们吃的白糖 要尽量少吃 因为白糖是体验的糖 它太准了 反而不好 我们应该吃它的黄色的糖 因为现在的研究表明了 黄糖和白糖进到体内以后 它吸收力 它的吸收力 比如说白糖要是吸收80%的话 黄色的冰糖吸收大概只有50% 所以要尽量是吃原来的糖 会比较好 另外一个就是淡水化物 我们吃的饭 米饭 要吃草米 我这里有点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米有两种 一种是长的 一种是圆的 尽量要吃长的米 因为长的米 它是纤维多糖分少 而圆的米呢 是糖分多 而不是 大概长的米呢 是纤维多 纤维多糖分少 圆的米呢 是纤维少 但是糖分高 举个例子 像什么米呢 像我们马来西亚的A1米 A1米就是长的米 像泰国的香米 香米就是圆的米 比如说大家有听说过 Basparti米呢 它是很长的 所以它的糖分最少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 检测到自己有糖以后 这个饭量要减 可是饭量减了之后 不行啊 肚子饿了 对啊 所以一般面要吃纤维多的食物 比如说这个苦瓜 苦瓜的酱糖 天然的苦瓜 玉米须 这些都是植物性的 酱糖的元素 所谓的玉米须 就是我们的那个玉米 丢掉的那个 丢掉的那个东西 对 那个就是拿来吃 不是吃 拿来煮水 煮汤 就是说以后你煮ABC ABC之后 对对对 你反正放在去 但是 你的那个玉米的那个皮 那个皮 外面的皮剥掉 青色那个剥掉 青色 留一点 那个皮留一点 那个须不要丢掉 放下去煲汤 皮 那个青色的皮也留一点 留一点 留一片 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须 煲汤的时候 它会 融到那个汤 很滚 所以有一片 煲 煲出的那个玉米 爆在那里煲汤 哦 哎呦 这么多年 我们的BBC汤 都把 寶贵的东西给丢了 所以大家今天又写到了 一个新的东西 哦 你放下了 你真聪明 另外一个就是苦瓜 苦瓜是 一讲到苦瓜 大家就想到 巴达买的 长的苦瓜 实际上不是那个苦瓜 是小苦瓜 小苦瓜 我不知道大家喝过没有 市面上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小苦瓜 打枝 跟一个青苹果 掺一个青苹果 然后放蜜糖 虽然糖 这个糖 对身体不好 这里只能这样讲 就是一个苦瓜 和一个青苹果 OK 喝下去什么味道呢 嗯 不好说 哈哈哈哈 呵 啊 不好说的 啊 因为是色苦 苦 色的感觉 啊 但是虽然它 到后面有点回甘 呃 它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啊 为什么呢 不是 因为一条苦瓜 和一个青苹果 呃 吃下去 能够降糖 但是它的降糖的 呃 利用率啊 身体的利用率很低 如果正式要把糖 消除掉的话 要用4个小苦瓜 哈哈哈哈 那很苦 哈哈 那个 受不了 啊 受不了 啊 OK 除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控制以外 我相信教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 就是真的我已经糖尿病了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扭转这个趋势 我又不想用西药 我又不想用中药 这样我可以除了饮食上下功夫 我还有什么面下功夫可以帮到 一个就是运动 一个在饮食上你要控制一下 另外一个是运动 运动很重要 就是一般上我们城市人都是开车为主 走路要挑最短的路 上一楼要坐电梯 上次上二楼也坐电梯 这些习惯可能要改一改 但是这个习惯 这里讲容易 这里讲要呼吁大家怎样怎样 但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我都做不到 所以基本上运动真的是很重要 就好像教授讲的 刚才我们这边无限时是在二楼对不对 刚才随时走楼上来的几手 才有两个而已 其他的人都飞上来的 太远虚了 其他人都是坐电梯对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 我拜一礼拜去 Mick Valley Shopping的时候 哪里的那个 Card Park最难找 靠近 靠近门边的对不对 就是那个 那个Lift门口的 就是一下子就要马上跳上去 跳进去那个Lift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造成 我们马来西亚的 我们的那个运动量真的是很低对吗 对 所以呢 这一个方面就好像在我们马来西亚这里不能 这样情质上方面对我们的 Tard Park有影响吗 情质上有影响的 因为情质上的压力 工作压力的关系 通常我们睡不到八个小时了 通常只睡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尤其是家里我孩子的妈妈 我更差 像我太太 她每天早上要四点起床的 四点起床然后弄早餐 弄得来大概是五点多了 然后就叫孩子起床 叫孩子起床以后等孩子弄好了以后要送孩子到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学校上课的时间是七点半 你加上堵车的时间等等等等 所以你六点中天还没有亮就要出门了 所以是睡觉受影响很大的 那么听好吗 那个睡觉睡眠为什么对我们重要呢 因为睡眠是给我们修复我们身体的这个损坏 或者是restore就是能量的足备 如果睡觉睡不好的话 他第二天会很累对吗 为什么会很累呢 因为那个晚上的时间是刚刚要储藏能量 如果你的晚上不能睡也在用能量的话 你的肝就透支 就是给他的负担加重了 所以说长久下去呢 这个人一定是老化的 OK 那么老化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糖尿 老化 可以引起血糖的改变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隐藏的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睡眠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 就好像这样的时候讲的 我们晚上要睡觉就是要储存我们的精力 这个我们做不好的话 我们就会加速老化 加速老化就是加速得到糖尿病的激励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吧 好 OK 所以我们除了在饮食 我们在运动 我们在琴之上那边 又好像真的是不再怎么能够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找另外一些方式来帮助 对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药材就是中药里面 现在比较热点研究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黄年 一个是商业 为什么商业能够帮助血糖呢 它其实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阻止糖的吸收 看到吗 就是说你很喜欢吃 但是你又不要让这个糖在体内吸收 吸收了 它能够进到肠胃阻止糖的吸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有一个生物碱 这个生物多糖 那么进到体内 可以能够刺激这个胰胀分泌胰岛素 好 这好不好 就是说 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就是吃还是吃这么多 但是你知道到了年起三四岁以后 我新生代谢也没有这么强了 你吃这样多 那么糖就多了 就是说它吸收也这样多 但是你用没有把它用完 ok 那么我现在通过一个东西 我跟做饭一起吃进去 吃进去以后 它不让你的糖吸收 哦 这一点就很有趣了 那么商业 如果说我们要吃商业的话 要吃到四五两 才有这个效果 哈哈哈 就说 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你现在用四五两 因为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出去做产品分享的时候 有很多外拨 尤其是我记得一个Glong的uncle 还有一个Battu Baha的uncle跟我分享 其实我家里路 那个旁边有种了那个商业 我听人家说 我只要采那个商业来包水喝 我就可以这样写它 所以现在教授已经证明了 我自己来是商业的一个功效 但是到底我们要包多少 才可以起到那个作用 可能要包一百多片 一百多片 一百多片是用碗 一百多片就是用碗包 一个大碗包 一个大碗 用包多久 包两 一个半小时 哦 不是你说很难喝对吗 它是苦的 它是苦的 然后我要喝一杯 还是一脚杯 还是一大碗 一大碗 但是如果我有血糖的问题 我要用这个土方的话 我可以每天这样喝吗 除非你的坚持力是很坚定的人 你可以天天这样做 不然的话 我估计做不了多久 哈哈哈哈 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味道不好受对吗 第二点要找很多商业 很多商业 第三点 我们又不知道 如果我们去药材店买的商业 蛮不安全 对吗 对对 然后第四点又要每天都包 对 只要稍微要出街 或者是要去旅行的话 对 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一直吃东西 对 所以血糖还是照顾不了 对不对 OK 像是说到那个 中草药 对不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偏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 西药是帮不了的 只有暂时性的一个帮助 因为除了吃西药 在我自己有下功夫 我去找很多西药的一些名称 那些西药的名称 根本就读不出来 但是除了我们吃了它可以帮我们降血糖以外 西药会造成很多的副作用 就好像会泄肚子 对 最重要的其实到最后它会伤害我们的肝 会伤害我们的心 或者是我们的肾 所以为什么很多糖尿病 最后走到的是要洗肾的状况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结 嗯 我们大家想知道了 就是真的是西医 虽然它已经有很多一些认证 证明它的产品暂时性可以控制我们的血糖 但是它的副作用我们大家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大家就转降于中医的一个条例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医是一个资本的地方 OK 所以呢我们想等教授来分享中医的地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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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